大家好我是美樂 我現在來到朋友家 因為我朋友在淘寶上面買了一個 把腳踏車改裝成電子車的一個設備 然後他現在要把他女朋友的腳踏車改裝成電子車 對希望看以後呢我們去爬山路的時候 他的女朋友會不會夠我們一起去加入我們去腳踏車行李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去看他怎麼改裝這個東西 覺得很有趣 真的好走 覺得用心良苦啊 好感動喔 我們這幾個人現在要來做改裝 入坑腳踏車級人現在開始改裝腳踏車 每次改裝腳踏車就會在這一間房間裡面 而且他們很有研究 欸你看看貓貓 原因是資訊頁 包包裡面全部都是 你這個是少林足球裡面那個隨身攜帶的東西吧 不為過吧 好啦那今天這台呢就是我們準備要改裝的腳踏車 欸你不覺得拿LEAF來改造很可惜嗎 一個輪子是嗎? 兩個輪子 哇塞真的超大欸 對淘寶 女護輪請急運送過來的 喔 不知道是不是五面台啦 欸所以他這個電那個動力馬達就是在這邊嘛對不對 對對對 喔 欸這其實輪胎還蠻好看的欸 輪框啦輪框還蠻好看的 然後還有一個 所以裡面就只有一個輪子嗎? 還有一個 藍牙搖控器 工具組裡面有什麼 他可以鎖那個 鎖電瓶 不然以為要勾 然後我又是疊剎 又疊剎 喔還有疊盤 對 那你買這樣多少錢? 一溫 一溫 一台幣 可以開店喔 你還在看你的東西 為了要讓女友一起騎 不一樣 對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來試騎看看 剛鎖拿不拿出來才是個問題 他搞不好鎖跟這個是一體的欸 對啊 你有啊 然後這邊要開孔 這裡要有孔 沒有孔嗎? 好了我們今天宣告結束了嗎? 結束了嗎? 哇這爬坡神器欸 爬不上去 但是裝不上去 多神都沒有 所以我們只要裝你自己的車 你要不然拿白車 對啊你拿白車吧 哇你這樣賣也只能賣二手 這個也不能有要買 欸搞不好這支影片出來之後 就很多人要買這種東西欸 為了女朋友著想 為了能跟女朋友一起開心騎車 對啊為了守護世界 欸你都在偷懶欸 因為他們裝不上去啊 買錯了 裝上去你是在偷懶啊 你先偷懶誰要扶在這個頭 這根走 要裝另外一台車嗎 我先看看啊 好 那我們現在要換另外一台車來 肥子拿來改裝登山車好像不錯 就是登山車賣太早了齁 爬山上去然後滑下來 大家都現在在需要你的登山車 好死肉了齁 就是要 就是要重多是點重量 啊這台車多重 不知道啊 根本就沒有量太多 因為剛剛那台車子不能裝 所以我拿了另外一台腳踏車 來試裝看看這台能不能裝 這台是主龍的第一台腳踏車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裝這台 看這台能不能變成一台電子車 可不可以呢 可以吧 他不是說把它靠上去就好了嗎 唉唷 裝上去了 我要先看能不能殺比較重要 你現在能不能裝 喔還是在這裡 放在水壺架上 喔所以電子還是這裡 我們搞錯我們以為是這裡 哇 還要再加一個水壺 這就是電子裝上去啊 超級無敵重 保溫杯啊 你以為就這樣喔 呃 如果是這樣就很好 就很漂亮喔 那很難啊 所以special還是最漂亮 嗯 做電池這塊 工匠魂的兩位 好啦 那兩位 蛤 那兩位了 對啊 總不會是你吧 那是不是這個電片 幹嘛 看不懂是不是 都不行 你看得懂他們現在在做什麼嗎 都不行 你看得懂他們現在在做什麼嗎 這條是哪個煞車啊 現在好像牽著不能煞 我覺得不如我們開直播好了 搞不好還會有人跟我們說該怎麼做 有了嗎 可以轉了嗎 快可以了啦 好像快好囉 嗯 等一下來試騎 我們是來試騎的 那要怎麼要 MADY你知道為什麼煮龍 煮車都不找我們了吧 我們兩個 沒什麼作用 在這邊看啊 反正是真的 會煮的 在這裡 要讓我們做什麼啊 來這邊吃飯吧 吃飯還不幫人家收 還幫他做紀錄 對啊 紀錄他的順 還沒有那個紀錄對不對 還幫他做這個 真的 真的 你們後來怎麼搞定的 有一個微調螺絲 不要啦 用手扶一下 他有腳下吧 反正你去幫忙扶一下吧 這種車的好處就是他這個腳這樣 你不用扶 真的耶 差點忘了腳踏車有腳架了 然後這裡再把他這樣 塑到這裡 你先暫時放什麼 杯架什麼的 我們現在就是在 上他這個水壺架 是在裝他電池的地方 然後他這邊就有充電的東西 所以他這個構造就是輪子呢 是馬達 然後街角動力線出來 到他的電池這邊 對對對 欸你這個現在就是在整理 電腦線的概念就對了 對啊 這個叫綁啊 這個你看這個懸人 你這樣怎麼那個 你等一下怎麼騎 還是要稍微綁一下 你先去電腦能動吧 這台輪胎是 50到85PSI 哦那是登山車的規格 哦 小米打CC 不好用 哇這輪胎很寬耶 寬到底抓到多寬齁 他這裡有一個藍牙的controller 你看 哦這個就是鎖在車上的 對耶 這樣就可以加速這樣 這什麼東西 控制速度的 哦 要放在這個手把 現在要連接那個車子 又回到發欄的位置上 他那個地方研究太久了 對休息一下 電源鍵按三次 按三下 嗯 然後開始搜尋 所以就是電池的這個開關開了之後呢 這個儀表的這個電源鍵按三下 他就會搜尋 這已經比U-Bike還要重了 這應該有20公斤 哇這真的比U-Bike還要重了 這是去做重訓了吧 不會不會往前衝嗎 誰幫我們把車扶正 不過他就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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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轉向怎麼怪怪 哇 這有聲音 不行啦 他這個還可以撞到沒錯 所以再加個電片啊 對啊 那因為我們剛剛呢 這邊 這個螺絲呢 有卡到我們 這個前叉這個地方 所以 他有提供我們這個電片 加幾片電片上去呢 他就可以保持他的寬度 好很好 第二次測試 你可以用 哦 這個就是他動力輔助的程度啦 對啊 嗯 然後這是現在的時間嘛 這應該是騎了多少距離 對啊 DST 嗯 OK 好 第二次測試開始 欸 欸 順多了 剛剛還有KK的齁 現在順多了 這就沒有卡到啦 嗯 順多了 順多了 他在測試的時候呢 你需要把腳踏車呢 放正 放平 誰敢當第一個騎 他 他完全敢 好啦 不然我敢 我一定敢 你不會想這樣子騎 好可怕喔 反開來的 結果有沒有關機了 欸我們來 我們來看一下他最快可以到多少速度好不好 平空的 對對對 很難寫 99嘛對不對 然後壓了吧 哇45 欸這不行這上去要戴安全帽了 來看看這台車改裝之後幾公斤 我現在67 然後 現在 84 84-67 好重 77 非常壯欸 17公斤的車啊 這什麼科學實驗品啊 我們現在要下去我家試 試這個台車 好像什麼科展的成果一樣 報告教授我們的科展完成了 好我們現在就來實驗看看 你得意識 呵呵 那你要放在這邊嗎 好了我們 第三次實驗 這好可怕 呵呵 真的好可怕 動 覺得現在是手動吧 所以可以調個休閒 休閒摩衝行之類的 喔 他這邊有分成手動 休閒 運動 可是這距離夠長嗎 我好怕你撞到前面喔 他收下電斧的功能 他一踩就有動力了 喔就會推囉 欸換駕 換我我也要騎 所以其實他這個輪子呢 他有分兩種模式 一種呢 就是你用踩的 他就會有動力往前推 另外一種呢 就是一般的電動車了 不用管那個ITV 你輕輕踩 踩車就好 拿來換我 你踩他應該就有動力了吧 對吧 有耶 我要怎麼騎這樣 就這樣 你要按啊 一直按著是不是 那他就會很快嗎 這樣大拇指這邊這樣壓著 他會很快嗎 對啦 然後你壓著 你壓著你不放 你壓著不放啊 你一放了他又 他又衝過來 整電動是不是 放開他就不會跑了 我一放開他就不會跑了 而且其實如果線整理整理 其實看不太出來耶 好看你 你先說一下這個心得怎麼樣 我很有趣的耶 他又可以是電腹車 然後又可以是電動車耶 我按著然後他就會一直跑 大路真的很猛耶 各種奇怪的套件都做得出來 時速法規規定要25公里 對啊 如果他改裝這個的話 還是要注意呢 道路上的 安全 跟速限 APP就有分很多種模式啊 就是輔助動力的模式 有休閒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手動 手動的話這邊就可以調整你的那個 動力的 噢 給了 趴速 那你直接按啟動的話就是 手壓著啟動 他就會直接把動力給你 一個簡單的APP 讓他已經把功能都做在上面 然後速度會顯示在這邊 速度顯示在這邊 好 那我們這一次的二稿腳踏車的測試呢 就到這啦 好 那如果真的要常識改造的話 也要遵守交通法規喔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掰掰 掰掰